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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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都已经有萱萱了 就不要再对小燕有废分之想了嘛 现在萱萱还在绑匪的手里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大乔已经答应我帮忙救萱萱了 她的本事你俩也见识过了 所以有她在 萱萱一定会没事的 你还在绑匪的手里也会有机会 对小燕 你还要帮我 你还要想 我只想对方 你必须要了 你快要帮我 碰到他们的时候 能够克制一点 不能杀人 好了好了 我们先不说这些了 就萱萱最要紧 也不知道 萱萱受没受苦 她现在应该很害怕吧 对不起 你的手拍着 你这张政策 你这枝个的 我帮你 你帮帮那你 那这么高兴 这枝个人 那枝个人 我得不要 我知道 那我帮你 你也不买 我不能 似乎早就猜到是我了 谁让我撞破了你的秘密呢 他们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我有特别交代过 所以我应该谢谢你吗 我真喜欢你这种高傲的姿态 我带了瓶酒喝一杯吧 你为什么要来见我 来 先喝酒 明天就要送你去换赎金了 我们怎么说也是有些情分呢 以后怕是见不到了 今天晚上就到告别吧 谢谢你的告别酒 其实我之前的想法是 自己带着张扎的赎金去交换你 然后洪世光为了救未婚妻而死 而我带着钱开始新的生活 可惜啊 你的朋友发现了我的秘密 也不知道是上了年纪的缘故 不做洪世光 没有了前粗后用 突然感觉 好孤单啊 很想找人说说话 对了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 我是从十年前 才开始叫洪世光的 在那之前 我还叫过很多名字 杰克 松本一郎 胡 胡和平 对对 胡和平 好多名字啊 好多名字啊 我自己都忘了 我用的最久的一个名字 是一百年前 我娘给我取的 很朴素 叫莱宝 莱宝 这个名字的确很有当时的风格 这么说你都想起来了 是 虽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 但是总比忘记了好 那洪世光 也就是莱宝 她从小就很坏吗 大娘 你看看 是吗 这个东西会一直在吗 我死之后也会在吗 会的 只要保存妥当 真好 真好 这以后啊 我们来保的孩子 也知道婆婆长什么样子喽 薛先生 您已经帮了我们母子很多 我老婆子临死之前 想对您有一个请求 希望薛先生您能够答应 好 大娘请讲 如果能做到我绝不推辞 这个世上我最不放心的 就是我这个儿子 他忙着啊 有一条路走到黑的性子 早晚会吃大亏的 还请薛先生 你和我多多照顾啊 您放心吧 谢谢薛先生 我知道遇到的每一个人 无论好坏 最终 都会被压缩进记忆里 莱宝 莱宝 你怎么了 大 大家哥 还要救我 救我 来 莱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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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什么东西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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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你别害怕 我不会害你的 别哭了 别哭了 你娘去世前 我答应过她 要好好照顾你的 很快我就会离开这里 你要好好过 那个时候谁知道 一心软就是万劫不复 薛先生 孙老板 里面请 我铺子里还忙着 就不做了 我是有事情 找薛先生您说一下 莱宝有些日子 没去上宫了 家里也找不到人 我听四合院的人说 最近莱宝 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回去 也不知道 遇到什么事情了 毕竟莱宝 是薛先生您介绍来的人 所以还是要跟您说一声 如果明天莱宝 再不去上宫 我就只好换人了 我知道了 麻烦您了 我乖身 不做了 我乖身 你不做了 我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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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乖身 三尾 来宝 我记得我叫她是一个人 什么时候变成醉狗了 不要你滚 你 你会废人 你会废人 你 你也舍不换我 我救回来这条命 不是让你用来糟蹋的 要是你娘全下有之后 也不愿看你活成这个狗模样 你闭嘴 你凭为什么提我娘 我和我娘当过显日听 你说你没有办法我信啊 但是你明明可以救我娘 你明明可以救我娘 我要可以不要死 是 我是可以 但我有原则 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但是你可以当我生死 没错 我的确是一个特例 但这并非是件好事你知道吗 大教科 大教科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不会背着这样吧 我不老不死地背着你 这样不好吗 你可以不用孤独地一个人活着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命令我 这样不好吗 如果我让你去杀人呢 如果我让你去杀人呢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让我活着 像你一样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愿意做 我愿意做 只要你让我活着 只要你让我活着 像你一样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愿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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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是这样 你给我滚 傅佐我杀了你 行走人世了几百年 我明白人类的贪婪之心 是怕离尽 想要不为其所伤 就要学会隐忍之道 大乔哥 大乔哥 出 出事了 你们家莱保疯了 别着急 出什么事了 昨晚莱保吵着他娘 可以活过来 我们都当他发义症呢 可是他把他娘的坟给跑了 还带着他娘的骨头 跑到码头边去了 莱保 你怎么了 你娘的遗骨呢 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 莱保的心已经被欲望吞噬了 生命恩 斗命冲 人类的欲望 是个永远都填不满的无底洞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弱点呢 大乔哥 你记得吗 我请你去我的家乡东北看学 你不去 因为你胖冷 你胖冷啊 真想不到 像你这样的怪物 居然没有害怕的东西 你死了以后不要怪我 是你心故事破坏的 那你倒是一定很心寒很绝望吧 来宝这个恩江仇报的白眼狼 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救他 我最开始见到的来宝 放开我写的来宝 以及后来冒充红世光的来宝 肯定都有很大的不同 遇到过什么人 经历过怎样的变故 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都会改变一个人的 这个观点我赞同 就像你 如果没有遇到我的话 可能还是一具休眠体 如果没有爱上我的话呢 可能早就离开了 我在棺材里躺了一百多年 不知道 来宝这一百多年都做了什么 你一点都不好奇吗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我是来找你聊天的 不会伤害你 你已经活了一百多年了 不过你一点都不用觉得惊讶 你的闺蜜田小姐一定没告诉你吧 她的男朋友薛灵桥 已经活了五百年了 你们 你们都不会老不会死吗 不老不死的只有薛灵桥而已 一个自私又狭隘的小人 她不懂得分享 不懂得分享 我就主动一点 你在家里密室里看到的那些血 其实是一百年前 我从薛灵条身体里放出来 然后它就进入了博物馆 变成了休眠体 后来还失忆了 你就是靠那些血液 来维持不老的 对 因为原本这些血液我用两百年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近些年我对这些血液的需求 越来越频繁 一旦不能及时喝到 身体就会迅速地衰老下去 所以我去找你的那天 你就是这种情况 衰老来得一点真兆都没有 剩下的血也不多了 所以我才要想 把薛灵桥从博物馆运出来 好看看有什么其他别的方法 没想到 碰到你那个倒霉的闺蜜 竟然闹出了一场车火 还用自己的血 把薛灵桥给苏醒 我那个闺蜜 倒是经常倒霉地 让人措手不及 有的时候啊 倒霉是会要人命的 这杯酒 谢谢你愿意为我讲这些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 弄不明白 你用这么年轻的身体 活了一百多年 为什么你还不知足 薛灵桥的血液 对你来说 越来越不起作用 说不定 这是老天在警告你 让你适可而止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会选择放下 你们这些生下来 就高人一等的人 永远不会明白 为什么你们生下来 就可以尽力一时 而别的小孩 就要十个功夫 为什么薛灵桥 可以永远活下去 而我就要适可而止 是 你知不知道 这些年 我除了可以保持年轻 却没有一丁点 蓄力敲飞烟走壁的本事 但是 我像这下水道里的老鼠一样 冬夺西藏 不断变换身份 过得有多辛苦 你知道吗 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 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是像现在这样 几年前我在美国 碰到一个叫 洪世光的私生子 有着强大的财团 又从来没露过面 我在想 我应该是他才对啊 所以 你就想尽一切办法 纠占雀肠 如果是他自己 他根本继承不了 红世集团 你总是为你自己做的恶 找到完美的理由 放心 你觉得我有能力 伤害到你吗 好 按照你的计划 明天应该就是你的新生吧 不如让我用塔罗牌 来帮你算一算我 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些 我只相信我自己 选一张吧 无伤大雅 就当是你今晚 对我的款待吧 你自己闷闷看吧 张小姐 再见 嗯 知道了阿姨 拜拜 是张妈妈的电话 让我明天去陪她 去吧 她一定很担心张萱萱 所以明天就拜托你了 那我先去睡了 你早点休息 你早点休息 你可不样 你让我说一盒 我俩我檐事 你俩自己的车子 我一样都想塞吧 那你把她们都折到她 是吧 有一八个女人 你只要去把她们 你不想塞吧 别急 伯父 别紧张 把我们说好的来 喂 钱准备齐了吗 准备齐了 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 带上你的手机 把钱放保姆车里 自己开车过来 不要耍花样 去哪儿 先上路 我带着和你联络 等等 我还听到我女儿说话 说话 爸 听到了吗 喂 喂 算了 王妃肯定知道警方介入了 只能见机行事了 你们两个 开车跟着我 我已经申请在多个地点预留了警令 一旦确认了交易地点 你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请求支援 由于水晶 你们俩做我的事 好 伯父 除了电话我们可以监听到之外 您的衣服里 还有另外一个监听声 一方万一 保姆车会被我们一直监控 您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做就可以了 萱萱 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 谢谢 行动 小植 伯母就拜托你了 那你们小心点啊 你怎么到这儿来 我赶你们一起去 不行 你没受过训练 很危险 好吧 做联络程 来 到博物馆附近啊 现在王梅 赏青天喽 捏 Ū贬 到宙cole公园了 往南 上庆园喽 小植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干嘛 小燕很快就会跟萱萱 一起回来的 我去为你倒你水 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坐下我去吧 我想活动活动 小燕哥 小燕哥 王匪是在玩我们的 这么早回到原点 羽 云一小学前方一百米 有一个转让的店铺 我给你准备了新手机 新衣服 口罩 帽子 请快化完妆 重新回到车上 小燕哥 怎么办 等 徐灵乔 拜托了 下个十四路可右转 伯父 做得好 虽然换了手机和外套 但他再上了外套上的 监听设备 好 知道了 张小姐 买肉的钱还在路上 毒夫可有点等级了 小燕哥 他们怎么左转了 小燕哥 伯母车 现在车速过快 很容易跟丢啊 知道了 伯父 放完车速 我们还在等红灯 小燕哥 伯母车 已经提前来等待 下一个路口右转 就能看到了 小燕哥 伯母车 怎么那么久没打电话过来 小燕哥 伯母车 怎么那么久没打电话过来 我在这儿说话 李延迟能听见吗 可以 小燕 小燕 我们上大了 我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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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郑伯父电话打不通 是的 马上锁定代号 神神老妖的位置告诉我 意外呼叫警车 来接前面的保护车 再安排人去小卖部 收到 收到 夏英哥 代号神神老妖是谁啊 上车 快点 说 你为什么开这辆车 我是代驾帮别人开的 代驾 是是是 那原来驾驶的人呢 他换了面包车 从前面拐走了 上车 买到的钱大了 走吧 做得不错啊 连交换人质都少了 先去检查一下钱 什么情况 不知道 突然关门了 这边 来 带号圣山老药已经停止移动了 好的 绑匪应该就在那儿 速度跟上 速度跟上 快点 给我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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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俊人休息一下吧 快走 刚才已经给我妈报过平安了 小植在洗手间 没说上话 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 小植告诉过你我的身份吗 不是小植 昨天晚上洪世光 已经给我普及了你的传说 放心 他是说了你的坏话 可是我根本就不相信 他大概认定我活不过今天 所以才跟我讲的 不过听了你的传说之后 我觉得我肯定能活下来 为什么 中国好闺蜜可不是白叫的 小植死缠烂打 也会让你来救我的 说对了 他对待朋友 永远是这样的烂好人 怎么 怎么回事 不过我很好奇 你活了五百多年 是怎么样适应小植的无理取闹呢 你是什么物种 从哪里来 对了 对了 你可是研究中心花了大价钱租借回来研究的凶眠体 而你明明是自己苏醒跑了 有两个蠢货还以为你被偷了 在到处找你 拜托 拜托 最后一次 真的 最后一次 就一下下 绝对不会被发现的 那辆车你哪个车行租的 好吧 看来那车我真的是要买下来了是吗 看来那个穿白裙子又蹦又跳的神经病 卫生巾广告我真的要接了 你除了这张脸 除了有钱 其他的都不符合我的要求 我又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只要有一点不满足我 我完全不会要的呢 懂吗 难道家里都没有脚步吗 没有隔音的脚步 我一直都没有脚步吗 所以ada了 你都没有脚步吗 千万又是距离的 용概 但这里也有点多导致的 我是堅持的零誤 我只要一通膨的话 是你维着的召唤 不是 提醒我已过很久 你没开口 你没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你没开口 你没再出现在路口 这次换我 都随便再说放手 那天以后 才没了起的旅途 说过时间 不会再有的永恒 我还在等 我回忠于问 你会不会不想我 你扔回来 一抹一生 当你开口 当你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一眨眼就到头 等你开口 等你在出现的路口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尽管到答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